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iPhone X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聊一个旧机器呢? 那其中一个原因,我目前的工作机其中一只就是iPhone X 我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第二点呢? 因为我知道iPhone X有一个萤幕照修的方案 然后我试着去问了一下,我知道有在用iPhone X的朋友 那尤其是非科技业的 我发现这些用iPhone X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知道iPhone X有这个方案 所以我真的,哇,好讶异哦 这个难道只有科技业的人才知道吗? 然后第三个原因是,这个方案快要到期了 所以我希望,综合第二个原因 我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方案 然后可以维护到你的权益 第四个原因是因为下个月iPhone 12就要出来了 我们也拿到模型机了,之后会和大家分享 不过iPhone 12一出来 整个网络上的消息都会是iPhone 12 你大概就很难去看到 听到iPhone X有这个换萤幕的消息了 那其实这个换萤幕的消息 其实也出来蛮久了 但是很奇怪,就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是一直都知道啊 只是最近去换了 那大概有点心得 所以我想说把这个过程也跟大家分享 那原厂换这个萤幕要多少钱? 如果你的萤幕是破掉啊 或是其他原因坏掉的话 然后要去换一个新的萤幕 这个萤幕原厂的收的费用是8999 iPhone X跟iPhone XS都是8990 将近9000块 那你想一下哦,现在iPhone X64G剩多少钱? 其实差不多就是1万块左右啊 那如果你是256G的 当然就价格再更高一点 如果你是Face ID坏掉的话 可能就真的残值 只剩下8-9000的市场价值了 那所以原厂来换这个萤幕的话 免费送你8-9000 哇,这个真的很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案的名字 很长哦,名字很长 叫做iPhone X触控问题显示器模组更换方案 那他提到受影响的装置 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显示器或显示器的部分区域 对触控动作持续或间歇性没有回应 那这一点就是说 你可能去触控的时候 萤幕是不会撩你的 那第二个是 没有触控时显示器产生回应 那我遇到状况就是第二种 没有触控的时候 但它自己会乱跳 左右乱滑 然后上下乱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目前听到的消息和咨询 好像是说里面的触控IC有一颗坏掉 然后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那如果这些情况 那苹果认为可以的话 它就会帮你更换整个显示器模组 那这非常棒哦 因为如果你从第一手开始买iPhone 到现在三年了 你可能担心说 哎呀,OLED的萤幕会不会有烙印的问题 但是它直接帮你整个都换掉 那当然你要去维修之前呢 记得可以先预约 然后最重要的主要是你要备份资料 这个一定都要做好 那还有如果你有一些额外的坏掉的项目 像是你萤幕破掉了 或是你的Face ID坏掉 它就没有办法了 你必须先修好这些部分 尤其Face ID 我看好多人的Face ID好像都坏掉了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你要留意一下 方案不会延长iPhone X的标准保固范围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影响 那我记得我修完以后 他好像跟我说 萤幕部分好像是有保固30天的 还是90天 我有点忘记了 但有一段时间 最后一个要特别留意的 他说本方案涵盖装置首次零售之后 三年期间受影响的iPhone X装置 那你想一想 iPhone X是2017年出来的 那今年2020年 已经很多iPhone快要买三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资讯要赶快让大家知道 不然你可能超过三年 苹果就不了你了 那可能有人想说 我iPhone X也没坏掉 可是我就是想要换苹果一个新的萤幕 多赚这个9000块 有没有办法呢 苹果没有明讲可以或不可以 但我把我经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把我这个换修的经验 跟一个非科技业的朋友讲了以后 他说他也想去换 可是iPhone没有坏掉 后来他就换了 他真的就换了 然后还换到了 所以这个部分给大家参考 但不代表说他的状况可以 大家的状况就一定都可以 那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我这次是到苹果授权的维修据点去维修 不是到原厂的商店 那刚好我也挑了一个平日的中午 所以人比较少 没有排队就可以直接送修了 然后给柜台看一下 他也觉得没问题就拿去给工程师看一下 也说没有问题可以修 那10分钟就送修完成了 修的速度呢 可能会因为有人或没有人 这个可能速度会有差异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蛮快的 大概两三个小时就已经通知我去拿了 然后我就想到 我手上好像有一组J5 Creator的JSPG58 然后我记得它是写For iPhone XS 但我仔细想了一下 XS跟X的萤幕应该是共用的吧 应该不会有差吧 而且这个保护贴它是半版的 不是满版的保护贴 所以Nutch这边也是可以直接避开 不会有什么遮掉或什么的问题 这我有点不太确定 后来我就想办法把那个包装找出来了 哦它上面有写吗 可以支援iPhone X跟XS 只是购买的页面上面没有写而已 它只有写XS 没有写X 那我想这个58应该指的就是5.8英寸的萤幕的意思 因为像是XR的它的款式名称叫做JSPG61 XS Max的型号叫做JSPG65 那这个包装它都是两片一包装的 所以现在我已经用掉一片了 还有一片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抽奖资讯写在下面 让大家来看一下好了 那这次换了萤幕 然后我贴了新的保护贴 我觉得就像一个新的手机一样 我想说那顺便也来换一下保护壳好了 那我手上用的这个是Noda的保护壳 工业的包装然后非常简单 没有型号的标示 那它的表面的材质摸起来的感觉就是皮革的样貌 那在内部的部分就是绒毛的感觉 跟我之前用原厂的保护壳还蛮像的 但原厂的保护壳外面我是用那个矽胶的材质 那这个是皮革的 感觉又不太会有指纹也不错 孔位也对得蛮准的 按键的力道也算适中 所以我觉得整体做工还是OK的 然后印象价格好像不到500块吧 那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有两格 所以一个我就自己留着用 另外一个就一样抽奖给大家 所以大家看一下留言栏 那它的设计就跟原厂的保护壳很像 下面都是裸开没有保护的 这个部分就看个人喜好 我两个都有在用 我觉得都还OK啊 那差异大概就是说 没有保护的这种会觉得感觉比较没有安全感 但有保护的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从下面往上解锁的时候没这么好戒 没有那么顺手 所以就看个人喜好 那我希望可以把这个iPhone X 可以更换荧幕的消息一样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或是你知道有朋友用iPhone X 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 让他知道这个消息 邀请你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